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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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著大家開心的 鬼月嘛! 咳! 什麼? 你會怕怕? 不要怕! 啊! 虧心事喔 是 Your teacher 在做 你是怎麼樣? 受害者 好吧! 那好兄弟喔 他們會做分別的 分辨 這樣懂意思吧 他不會亂抓人的 是不是 今天是星期一 那麼過了一個週末假日 很多的投資人 在這個等待的過程當中 他們希望這個鬼真的來 不不不不 他們希望怎麼樣 鬼真的不要來 好好好 但是 似乎被老船長嚴重了 TPK 跟宏達電 這兩支喔 是我長時間 這一段時間喔 追蹤的個股 我對這兩檔股票沒有什麼成見 大家喔 千萬不要誤會 我知道很多人手上都有TPK 都有 宏達電 我也知道 有很多的投顧老師啊 很多就是很多的意思 要聽我 通通啊 都叫會員買了很多的 這兩檔個股 那麼這兩檔個股在漲的時候 漲就是紅色的錘子 疊就是綠色的錘子 嘿嘿 很可愛吧 在哪裡買的 不告訴你 嘿嘿 自己去找 他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漲他們就拿出來講 疊他們就裝死 打死 不講 不承認 但是喔 更可惡的是 在節目上繼續表演 其他的股票 而他們的會員在看電視喔 越看越氣 越看越火 然後怎麼樣 不看了 轉台轉到 骨海老船長這一台 骨咖怎麼樣 火大 幾LP會 有在啥在咪 因為老船長喔 不但不安慰 秀秀 呼嚕 還怎麼樣 批判 那各位觀眾我是為了什麼 別人是為了招收會員 對不對 把那些比較笨的觀眾騙進去 那我老船長是來這邊幹嘛 來得罪人的嗎 各位好好想一想 有些路喔 很好走 旁門左道 哇 很爽 有些路啊 就像海軍陸戰隊一樣 叫天堂路啊 走起來很痛苦 但是一旦你過了天堂路之後啊 前面的喔 就是怎麼樣 一片光明啊 我選擇走天堂路 我知道走起來很辛苦 也很孤獨 因為只有少數的人 才能夠怎麼樣 通過天堂路 我想我講這一段喔 很多海軍陸戰隊的弟兄喔 會很有感觸 有的時候人生就是這樣 往往我們人生喔 留下來很美好的回憶 就是怎麼樣 那一段時間你覺得特別的辛苦 好比說你談戀愛 你這一生交了180個女朋友 對不對 其中有幾個一定是怎麼樣 讓你回味無窮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讓你刻苦銘心的 亂來啊對不對 好 好啦這個題外話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麼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大家現在今天收視率 最高的就是 小弟這一台嘛對不對 因為你們已經 不去看其他那些老師的節目 是因為他們不會講TPK 也不會講洪達電嘛 都裝死對不對 都被我預告中了 那你們現在來看我的節目 你們要聽真話還是假話 我相信大家現在想聽真話 但是我告訴你 鬼真的來了 首先我們先看TPK 各位觀眾過去這段時間 當然如果你手上沒有TPK 也沒有洪達電 你還是要繼續鎖定我的節目 為了什麼 因為像這一類的股票很多 你不要以為你的手上沒有這兩檔 你就不看我的節目 我告訴你喔 你一樣要鎖定喔 因為一定會燒到洪台北 我一定會講到類似你手上的股票 不相信喔 不相信喔 不相信來啊 這一集你就把它看完啦 啊 3673 這個線型喔 在這個地方足足喔 混了快四個月的時間 各位觀眾 快要四個月的交易日喔 就常常是長達五個月 所以很辛苦 別人在招收會員的同時 因為大家的講法都是 哇 TPK打完底要噴了要噴了 你們把會費會交給這些老師嗎 對不對 怎麼可能交給我呢 是不是 那我呢 不厭其煩的 日夜的怎麼樣 提醒各位 我說啊 這個不是底部 這個是頭部 各位看一下喔 看到沒有 這個是標準的頭部 有沒有很像蝙蝠俠 哈哈 M頭 對 下來啊 有沒有哪一個笨蛋 啊 要花很大的力氣 往上拉 這邊套牢了這麼多 你看看 那如果有這個笨蛋 他肯定是知道 陳宏的EPS 會怎麼樣 爆充拉得很高嘛 哇他這樣拉 大家後來會跟嘛 問題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有沒有 你看這副德性有嗎 通通被老船長命中啊 上半年就虧了超過半個股本 所以當然是往下 那現在方向似乎已經出來 所以我說鬼真的來啦 對不對 你們 不用期待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師 會帶你解套 他甚至連叫出都不會叫出喔 這懂我意思吧 因為他曾經叫你買的股票 大概有一百八十幾檔嘛 所以很多的頭顧老師 各位請注意喔 他是叫進不叫出的喔 你們現在有受害了嘛 被騙了 你們才能夠體會到說 老船長每天在節目上講的 原來是真的 這個是陳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宏達電 一樣嘛 宏達電的基本面 這能看嗎 上半年也虧的不會輸陳宏太多啊 也是虧超過半個股本啊 6.87啊 很多耶 他的股本比陳宏大嘛 對不對 虧這麼多 我們來看一下線型 我有沒有預告 我說這個是頭部啊 一根中長黑 管了就死了 我在上個禮拜有沒有預告 有沒有預告 有沒有預告 我說方向不會有兩種 不會上去喔 是只會下去喔 我跟很多頭顧老師不一樣的 那為了下列明 我說一定是下去 因為這樣的基本面 請問一下 這邊套牢了這麼多啊 包括你的老師帶你買的 也套在這邊啊 誰要拉上去給你們解套 那那個人一定是神經病嘛 對老船長 現在方向出來之後 我們喔 開始喔 你也不用再開始了 好不好 你相信我也好 你不相信我也罷 我根本不在乎啊 講難聽一點 你會費又不是交給我 對不對 我也不需要對你負任 啊 什麼你要打電話謝謝我不用了 不要打電話進來戰線 我們那是做生意的對不對 啊沒有啦 你應該不會打電話來謝謝我 我看你把這個時間 把這一通電話的錢喔 拿去打給你的老師比較好 你打去罵罵他也好 不是啦 他接不到電話你放心啦 一定是已讀不回的 你放心 你放119加一個星 好不好 什麼意思啊 120個星啊 這麼簡單的數學都不會 好 那麼這兩檔股票 我不管大盤漲跌 我都講 代表我不是來這邊做生意的嘛 那全國中華民國 只有我一個分析師 是這樣在做節目的 其他人每天都大賺 每天都有股票大賺 你是他的會員 你已經賠得快死掉了 他還在大賺 請問你 他不是車手 他是什麼呢 你都這個年紀了齁 不要再像台灣有很多 歐吉桑歐巴桑 被車手騙了 警察都說你貓你貓你不能會錢 打死一定要會喔 我覺得你就跟那些人差不多啦 講快一點就是這樣 很好騙 他們如果不騙你 我覺得是他們不對啊 是不是 因為你這麼好騙嘛 對不對啊 好啦 那我也不在乎你喜不喜歡我 我更不在乎 我的節目自然有人看 智商高的 他自然會避開這些風險 這些風險 其實是你可以百分之一百避過的 為了下的名 就一個結論嘛 永遠都不要買虧損公司嘛 就好了嘛 你怎麼可能會去買TPK跟宏達店呢 老船長我們真的喔 好後悔 你先不要後悔喔 因為後面還要暴跌 還要跌停鎖死 你就抱著他跌 也叫做暴跌 懂不懂 那我老船長我趕快賣 我不會相信你 我從來不相信散戶 尤其是那一種不相信我的人 到現在來跟我講說 他會趕快賣掉 我告訴你 我絕對喔 不會相信的 導播 進廣告 好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粥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答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它可顧 幫你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02-2389-8689 誒 哈哈哈哈 什麼 你兒子想要 哈哈 做夢 不給 這我對不對 這麼辛苦買來的 不要亂來 叔叔的道具 沒辦法 你們每天那麼苦悶 對不對 台北股市 對不對 搞什麼東東 看一下 600多億 笑死人 600多億 又要踢球 每天叫你做多 測標都寫得非常漂亮 動不動就是 千點行情 你敢不敢買 你不敢買 後面還漲完一千點 哇還有一千點啊 就這樣騙啊 奇怪 我真的很希望主管機關抓一抓 你告訴主管機關 憑什麼 漲完一千點還有一千點 你的根據是什麼 啊我的根據是 國內經濟很爛 GDP不到一%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相信那些言論 現在是什麼年代 我告訴你全世界只有中華民國 有這樣的節目 有這種頭顧老師這種形態的節目 全世界 頭顧老師應該要有感恩的心 我們的政府給我們這樣的一個平台 讓我們來講快一點 做生意 無可厚非嘛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怎麼樣 反而用這樣的一個大好的機會 去欺騙觀眾 中國大陸啊 之前也有這樣的節目 後來停掉了 因為會出樓子嘛 台灣的老師過去教他們的嘛 業內人都知道啦 好不好 我就點到這邊 所以現在我們的政府 還讓我們上節目 我希望同業能夠自重 不要每天的鬼扯蛋 你可以看啊 漲到一萬八千點 那你把理由講出來 你講啊 我告訴你 講不出來的啦 動不動就是拿以前的例子 以前怎樣 現在就怎樣 二百五啊 我最討厭這種分析師 如果股票市場是以前怎樣 現在就要怎麼樣的話 那大家都發財了嘛 現在什麼年代 還有這樣的頭顧老師 你看很多喔 在節目上的他的理論 他的論述就是過去怎樣 現在就怎樣 這一種最可怕你知道嗎 時代在改變的速度這麼快 現在大家都到北投公園 去玩寶可夢啦 以前有嗎 對不對 我講話很中肯的 你愛不愛不愛聽 就在於你自己 好來看 除了這兩檔之外 我說過你不要 還有投顧專門在講生技股 我講的對不對 我在幾個月前就警告你們 我說有投顧職業專門在講生技股的 哇給自己取了天王級的綽號 觀眾會誤以為 哇他敢講這個綽號 絕對是很厲害 對金光檔的綽號都很漂亮的啦 什麼執行長啊 什麼長什麼長 有沒有 哇生技越來啊 各位觀眾 別人看不懂啊 我們這家投顧啊 又是怎麼樣 專門對生技有研究的啊 看得懂啊 叫人家買號頂 檯面上就是我一個叫人家不要買號頂 蛤 買號頂是不是 再號給我看啊 再頂給我看啊 你看號頂的線型 準不準 是不是跟宏達店如出物於測嘛 灌下去 哪個豬往上拉給我看啊 快點啊 都有一隻低啊 這邊套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這裡面很多是那家投顧的老師叫人家買的 理由是什麼來 基本面看不到財報嘛 只看到到上半年是虧損嘛 虧損公司股價四百多 又要說什麼認證要過的話不得了 去年搞一次七百多還不夠教訓嗎 基亞血淋淋的教訓啊 三一七六啊 四百幾十塊跌到剩七十幾塊 還有人在買啊 你以為啊 一個藥品它要過一樣東西這麼簡單啊 就像現在人家告訴你 癌症有藥可以治癌 癌症以後就像感冒一樣 吃個藥就好了 你信喔 人類的科技這麼厲害喔 那如果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那這家公司喔 股價漲到兩萬八 我覺得也應該啊 問題是有嗎 你的錢不是偷來的 是退休金一分一毫展來的 然後遇到這些打開電視看到這些 哇頭銜都取得比怎麼樣 比砰的 還整家公司一起來 哇你們別的投顧都沒有 我們投顧專門在研究 對專門在怎麼樣 害死人啊 之前基亞也是這個投顧搞的 有沒有 害死一批人了 現在又來 一個號頂一個什麼 忠譽啊 這個也是一樣嘛 各位看一下 這公司有沒有賺錢 也是賠啊 賠得少一點那要怎麼樣 還是賠啊 一毛錢都賺不到的公司 股價也是兩百多啊 那人家真正認真在做事經營的公司 股價兩塊三塊的 蛤 不是這個EPS兩塊三塊的 股價也才幾十塊而已啊 你們憑什麼 因為生計就可以喔 笑死人了 所以大家的思維要開始改變 你不要因為過去怎樣 現在就要怎麼樣 現在大家名字慢慢開了 知道生計公司很多都是怎麼樣 印股票換鈔票 好好去查一下 印股票換鈔票的生計公司很多啦 公司一毛錢都沒有賺的 虧得一屁股的 哇 股價都天高啊 就是在炒一個本夢比啊 我告訴你啊 講難聽一點 專門在炒本夢比的公司 跟詐騙集團有什麼兩樣 那我現在我也來開一家公司 我跟大家講 我公司以後的EPS 會高達480塊 EPS喔 現在呢 現在都虧錢 將來將來很棒 大家懂這個意思吧 好不好 我的節目 古海老船長 是做給喜歡腳踏實地的 喜歡一步一腳印的 當然一百個觀眾 我說過只有兩個嘛 兩個對不對 有一個是一步一腳印的 另外一個是智商更高的 會參加我的會員的 其他98個我跟你講都看戲嘛 看戲也要付出代價的耶 你去戲院看戲不用給門票錢 老船長我們又不用給你錢 不用啊 問題是你最後刷存折 很可能是歸零高 如果你跟我對坐的話 你宏達店你不是很會買嗎 前幾天宏達店不是說什麼要幫人家代工 有沒有 那又是非差新聞在那邊播半天啊 有沒有 非差新聞專門請那個大師嘛 對不對 一百三叫人家買宏達店嘛 跌到四十嘛 就幹這種事啊 哇代工了不起 結果那一天只有我在節目上說 要小心喔 千萬不要中計啊 結果那一天宏達店還衝到一百塊以上 我們看一下才幾天的時間啊 今天收盤已經剩九十點二了 相信我的人日子會越來越好過 跟我對坐的 早晚歸零高啊 我在股市二十幾年了 我太了解檯面上這些人在幹什麼 台北股市成交量只剩六百多億了 好一點七八百億 根本沒有辦法讓這麼多的頭顧老師 欸 頭顧老師已經差不多死掉二分之一了喔 做不到業績的下來的 或怎麼樣公司叫他下來的 要不然一票人跑去中國大陸囉 最近又有幾個要去中國大陸 你的老師是不是最近不見了 對不對 我講的沒有錯吧 那沒辦法環境逼死怎麼樣 每一個人他總是要養家嘛 對不對 像我是一個人保就是都保啦 有的人他有父母親啊 有兒女啊 我也蠻同情這些人的 因為為什麼他們不能不騙啊 那整個大環境不好啊 要靠誰要靠政府嘛 政府要帶領我們走向怎麼樣 一個康莊的大道嘛 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樣呢 新南向死胡同 兩岸已讀不回 我請問大家 接下來台北股市 有沒有可能來到四五千點 我覺得是指日可待 你越早相信我的人 等到那一天來的時候 你會很慶幸說 哎呀真的是 還有一位老船長 還有一位老船長 怎麼樣 歌聲就是好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好啦 那麼我的節目啊真的是 我知道大家都很愛看 但是我也在這邊提出呼籲 如果長時間大家都 只是愛看我的節目 那麼我呢 都沒有收到會員的情況之下 我還是會跟大家說 拜拜 我也會離開這個電視螢光幕 畢竟我們公司 我們老闆會有意見嘛 覺得說你這個對不對 讓公司賠錢 雖然你講的是真話 雖然你省準 一樣 它還是不會怎麼樣 再給我機會 當然我說過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我也不後悔 我也不在乎 講真的 我也餓不死 講快一點是如此嘛 那我在剛剛過的這五六日 這三天 我有請大家打電話進來 說有宏達店跟陳宏的 請你打進來 我線上助理會教你們怎麼處理 告訴你們趕快 禮拜一開盤趕快賣嘛 宏達店 你有打電話進來的人 禮拜一開盤趕快賣 這一段暴跌就跟你沒有關係啊 但是門新質問 你有宏達店 你有沒有打電話來我們公司 應該一百個人裡面 九十八個不會嘛 那另外兩個 打電話進來的 會聽我助理 我交代助理怎麼做 你會聽的 有沒有 怎麼樣 那更不要說有一個怎麼樣 覺得我應該省準的對不對 來參加我會員的嘛 是不是 好不好 接下來你們的日子會越來越痛苦 鬼真的來了 不要搞到最後鬼上身 哈哈 那真的一切 就通通怎麼樣 來不知了 你說對不對 明年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拜拜 拜拜 拜拜